說到一日之際就是在於早上的美味早餐 在台東市區傳廣路上知名地瓜酥店旁的早餐店 已經營業很久 擁有不少死忠的顧客群 除了老闆老闆娘很熱情之外 最大的原因就是早餐和美味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的話這個現在是原味蛋米 玉米唯一很多種很多種對 但是這個就是可以說是店裡的招牌 很多人來做的不太好 而且我知道你們餅皮好像比較不太像對不對 對是對是因為麵粉 然後我們是麵粉 主要麵粉 然後還有這個太白芝士 玉米粉 玉米粉 對 然後還有加一點點的馬鈴薯粉 所以就比較特別 對 吃起來很嫩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在店內 很多人都會點這個脆皮法式 脆皮法式 對 對 這個就是那個後邊法式 然後下去用那個要用炸的 好 炸的然後就點一點點 然後加其他東西就不用講了 又有知名了 是 好的 然後再來這個也是聽說是必點的一道 對 鐵板麵 那個鐵板麵 有蘑菇跟黑米椒的 因為我們有加那個油蔥酥 然後還有加那個玉米粒 還有加培根下去炒 所以那個味道 味道吃起來都不一樣 而且看你們的鐵板麵的料其實用的也很 對對對對對 還有蔬菜 我們蔬菜加很多也是加的 對 所以客人很多人也是都會來點 更是很多人必點的招牌之一 還有老闆娘手工製作的辣椒 聽說只要來的客人 如果喜歡加辣都會來上一點 保證香辣無窮 下次如果想要找尋在地的美味早餐店 不妨可以來這裡品嘗看看 東台灣新聞網記者發鈴 正如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